接着来说江游的命案 这起案件前后历经十年才最终破获 命案发生时间是08年 08年11月16号早上八点半 江游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了一起报案 说在张明镇长庚村一族 有一处玉米地的水沟旁边 发现了一个中年女性 衣衫不整浑身是血生死不明 身边啊停着一辆红色的三轮车 接到报案之后 江游市公安局就立刻启动了命案侦察机制 刑警大队的侦察员们赶到了现场 侦察员一看人哪早死了 下半身是赤身裸体 一丝不挂 浑身又是血 尽管侦察员经常出入各种案发现场 但是这个案发现场还是很血腥的 侦察员呢 看到死者的惨状之后 就判定死者生前遭到了虐待 犯罪嫌疑人极其的残忍啊 法医呢对尸体也进行了尸检 发现死者尸体上从面部 手上一直到腹部有多处锐气裂窗口 就是有多处刀刺刀筒形成的伤口 这伤口啊 深打胸腔和心脏 死因是心脏破裂 又肺破裂 引发大出血 失血性休克而死 在对尸表进行检验过程之中 发现死者的外阴部 有外力损伤痕迹 并且在死者的阴部 提取到了可疑的液体分泌物 经过鉴定 这不是男性的经验 而是男性在这个性行为的时候啊 分泌出的那种黏乎乎的液体分泌物啊 反正多了不说了 大伙都知道 另外一边呢 这江游刑警 就对以案发地为中心 半径50来公里的范围之内 采取了一个大范围的搜索摸牌 查来查去 终于得知一条关键线索 案发前一晚 有一个中年人 搭乘死者林某的三轮车 前往张明镇 但是大家都知道 08年5月12号 汶川大地震 对江游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破坏啊 很多监控啊 这些基础设施都被破坏掉了 到了11月份的时候 依然还是满目疮痍呢 所以想着通过监控来破坏案件 显然已经是不可能了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就这样 始终也没有办法确定 案件的侦破工作 就陷入僵局了 这起抢劫强奸杀人案 可以说当时轰动了整个江游 但很遗憾 成为了一起悬案 这起案件发生之后一时间周边的好多年轻 女孩子们晚上都不敢轻易出门了 好多拉客人的那种载客三轮车 天黑以后收工下班啊 晚上你给多少钱 我也不出活了 江游刑警 心理压力是越来越大 对这起案件的侦破工作呢 也一直没有放弃 在侦查过程之中 江游刑警基本上还原了死者生前的生活场景 他的个人经历都已经差得一清二楚 被害人林某是四川穗宁市川山区永兴镇人 案发的时候呢 是暂住在江游三河镇一个单身宿舍里 他的丈夫姓冷 这林某和冷某呢 都是在江游市从事电动三轮车载客生意 就是开这摩迪呗 艰难维持生计 这两口子呀 有个儿子 儿子读高中了 眼瞅着该上大学了 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啊 08年11月15号晚上8点左右 林某呢 开着自己那红色电三轮 在江游市汽车南站附近 搭乘了一名四十岁左右体型中等的中年人 前往张明镇 出事前呢 他跟丈夫冷某通过电话 林某在电话里面还显得很开心 哎 马上准备收工了 收工之前 拉到一单大生意 这一单呢 他能挣二十块钱 可冷某哪想得到 正是这单生意 把自己老婆的命就给葬送了 尽管知道犯罪嫌疑人 很可能就是这个中年人 但这中年人是谁 一查 查了十年 十年的时间 刑警大队的民警们换了一批又一批的 这个案件无数次的被提起 无数次的重新侦查 一转眼将近十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2017年7月份的时候 山西近城市沁水县 当地辖区派出所 对流动人口啊 采集人像血型指纹 这些生物特征啊 生物剪裁 规范的录入到全国信息数据库里面 这十年来 千里之外的江游刑警 也坚持不懈的 对这全国信息数据库进行比对 最终 在信息比对过程之中 一个姓区的中年人 与当年案件的生物特征 有一定的相似度 得知这情况之后 江游刑警主动放弃休息 全力以赴的投入侦破工作 大热天 开车前往一千公里之外的 进城沁水 走访当时采集信息的民警 也跟民警详细的询问了 这区某的体貌特征 这区某啊 跟当年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有很多相似之处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 江游刑警呢 也没有直接和区某联系 而是继续走访其他人员 前前后后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 经过一个多月的细致侦查 掌握到了一些情况 这区某是四川江游三河镇人 因为夫妻关系不好 家庭条件比较差 06年以来 常年在外务工 08年10月份 区某的父亲去世了 区某曾经在08年11月份中旬 从外地赶回江游奔丧 后事处理完 再次离开江游 那么这区某就有充分的作案时间 和作案动机 经过综合研判 这区某就是1116 抢劫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 经过进一步的缜密追踪 江游刑警发现 区某此时此刻 正在沁水的一个私人小媒窑里面打工的 正好他本人最近打算回江游 处理房子拆迁赔偿的事 这是鸡不可施施不再来 于是报请领导批准之后 江游刑警 打算找机会对区某事事抓捕 2017年9月9号 民警提前踩点 把刚回到四川的区某 就锁定在了绵阳市 游先区的一个小区里面 经过化妆侦查 结合相关部门的支持 通过秘密跟踪贴身侦查 范围越缩越小 最终确定区某 藏在小区31号楼 一单元602房间 为了成功的抓捕他 刑警决定啊 派遣经验最丰富的精干警力 再次化妆成 小区的物业人员 敲响了他家的房门 你好 我们是物业公司的 楼下反映你家漏水 我来看看 区某没多怀疑 信以为真了 把门就打开了 打开门的一瞬间 藏在楼梯间的大部队 迅速出动 把区某就摁在了地板上 这区某被江游警方逮住之后 还想反抗呢 可是听民警一说 我们是江游的 当时就泄了气了 放弃抵抗了 区某被押解到江游之后 江游刑警立即提取区某的生物剪裁 与案发现场提取的 液体分泌物的数据进行比对 结果可以做同一认定 这就形成了 最完整最关键的证据链了 到案之后 在前期审讯过程之中呢 这区某还心存侥幸呢 不配合 全面对抗 反正就是我不交代 你拿我就没办法 针对这个情况 民警呢 也及时的调整策略 最终在大量的证据面前 区某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他呀 年过半百了 但是在审讯室里面 是嚎啕大哭 泣不成声 这才交代了 他搭乘林某三轮车之后 见色起义 最终强奸杀人的事实 区某说了 当时啊 我确实是要坐三轮车 去昌明 但是上了车之后 我就感觉 大姐长得也不丑 我有好长时间 没干那事了 突然 就有了那念头 走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之后 我找了个借口 让他停了下来 然后我就勒住了他 我想让他跟我 发生关系 后来他也害怕 这么着 我就强行的 就跟他那样了 事后 我怕他报警 我就把他手机 摔进河里了 把手机扔了 我还是不放心 这么着 我就又把他杀死了 我不是人 我是个混蛋 我对不起他 我更对不起我家人 我这十年来 一直动作西藏的 我有家难回 我一个安稳觉 没睡过 我每回一见着警察 一听到警惕声 我就害怕 案件顺利侦破之后 公安呢 把相关的卷宗啊 相关的资料啊 移交到了检察院 2018年8月份 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此案做出判决 一审判决屈某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屈某呢 也表示不再上诉 接受并且服从法院的判决 所以现在屈某 依然是在监狱服刑过程之中 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2015年 发生在浙江台州的杀人分尸案 2015年3月22号 这一天呢 是一个周日 大家都知道浙江台州 这是典型的江南地区 这一天呢 天气特别的晴朗 阳光明媚啊 在江南地区生活过的人 应该也有感受 就基本上这一年 真正让人感觉特别舒服的 这种春日时光啊 没多少天 很快就会从一个特别冷 过渡到一个特别热的 这样一个阶段啊 这一天呢 难得的天气好 天气不错 吃过午饭之后 家住台州路桥区 路桥街道 仙安社区的老杨 带着鱼竿呢 就到小区边上的 一条小河里 去钓鱼去了 刚把这鱼竿一甩出去 老杨就看见水面上啊 飘过来一件奇怪的物体 看着呀 长长的 圆圆的 像是什么动物的肢体 老杨也纳闷啊 仔细瞅瞅吧 这仔细一看呢 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好像是人的大腿 老杨一看赶紧拿出电话 就报了警了 接到报警之后 台州市公安局 路桥分局 路北派出所的民警 立刻前往现场进行处置 同时把这个情况 又进行了上报 路桥分局立即启动 重大案事件处置预案 民警到现场一看 果然是人的大腿啊 领导知道以后 路桥区公安分局的局长 主管行政的副局长 也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 并且召集刑侦大队 路桥派出所 路北派出所 以及其他的相关部门 成立了专案组 全力侦破此案 发现石块的这条河 河道呢 是横川 新安社区 往北啊 穿过台州樱花路之后 西侧呢 是一个在建的建筑工地 东侧呢 是公园 不远处啊 就是一个大菜市场 现场周边的人员呢 非常的密集 并且人员很复杂 听说杀了人了 很多周边的居民呢 就聚集到这 看热闹去呗 一时间是众说纷纭 各种各样的猜测都出来了 无形之中 也增加了民警破案的压力 现在对于警方来说 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石块从哪来的 是随着水漂过来的 还是这儿就是抛尸地点呢 民警啊 沿着河道进行搜索 很快 在打捞起第一块石块的北边的河里 又发现了第二块和第三块石块 同时呢 在岸边呢 还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袋子里呢 装着床单 被套 还有一些衣服 其中床单和一件外套上面 都沾有血迹 民警随后就走访了 负责这一段河道清理工作的 河道保洁员 负责这一段清理工作的保洁员呢 姓于 这于老伯呢 就跟民警反应 说两天之前 也就是三月二十号上午 我在清理河道的时候啊 就发现了两个像人的胳膊似的东西飘在河面上 我呢当时也想着是不是报警 但我又怕报警之后惹上麻烦 我也就没有声张 后来我用那个捞网啊 就把那俩东西捞起来 扔到河里的那个小岛上了 民警呢 就跟着于老伯 找到了他所说的那两个像是胳膊的物体 到那这么一看 确实是人体的尸块 这时候啊 天色已经逐渐暗下来了 这是早春三月呀 典型的气候特点是什么呀 白天挺暖和 气温呢 也正好是舒服的温度 可是一早一晚还是挺冷的 在夜晚的寒风之中 民警还是穿着白天的那单衣服 冻得浑身发抖啊 但是搜索工作不能停 依然在有条不紊的开展着 现场的河道虽然也就是几百米 但因为周边的环境复杂 再加上天色已经黑了 无疑又增加了搜索的难度 当天晚上专案组呢 还调过来了警犬 在警犬的帮助之下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 从河道里边又找到了两块尸块 搜索了一整天 越来越多的线索被警方发现 到23号的时候 民警啊 相继从河道以及河道两边 找回了多块人体尸块 拼接成了完整的人体的四肢 经过鉴定 确定啊 这些尸块都属于同一个人 受害人呢 是成年男性 初步判断死亡时间 应该是五至十天 可是 要想着判断尸元 你光看胳膊 光看腿 那看不出来呀 啊 最关键的躯干和头颅 始终没有找到 所以受害人的身份呢 也就无法确认 同时 具体的作案时间 第一案发现场 以及嫌疑人员 这些也都没有办法确定 案件在这时候啊 算是进入了瓶颈期了 没有办法取得突破 这起案子 经过层层上报 也引起了浙江省和台州市 两级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 浙江省公安厅派出了刑侦专家 也派出了刑侦总队的队长 大药案支队的队长 台州市公安局呢 也派出了党委副书记 副局长 亲临指挥部指导案件侦破 同时 在省市两级公安机关 也调集了不少精干警力 入驻专案组 根据之前黑色塑料袋 发现地点和相关物证 比对的情况 专案组就大胆的推测 河道西侧的建筑工地 很有可能就是第一现场 侦破工作的重点 随后就围绕着这个建筑工地 迅速展开了 专案组民警啊 这时候感觉到是异常的棘手 异常的艰难 为什么呀 最困难的问题 工地人员流动性很大 相关的关系人呢 也是错综复杂 这是一个在建的小区 一共啊 是23栋房子 东边靠近河道的是12栋啊 这是安置小区 西边呢 是11栋 是商品房 分别属于不同的施工队来负责 咱们干工程的听友啊 应该也了解是吧 这工程呢 都是一层一层的下包 找分包公司 跟工地相关的施工人员 以及其他的关系人 加起来就有上千人 好些人员的情况 连包工头啊 都说不清楚 最了解人员情况的呢 就只有工地施工的班组长了 专案组立刻从每个班组长那 着手了解情况 重点了解 突然离开的人员 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个工作呀 非常的繁琐 同时呢 也需要非常的细致 只能是挨个的走访 一个一个的排查 另外啊 因为距离被害人死亡时间比较长了 工地平时呢 进出的人员又比较多 周边的现场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所以有价值的线索 你再想提取 那是非常难的 专案组呢 安排了大量的警力 沿着河道两侧 还有周边地区 继继续开展地毯式的搜索 并且呀 调配了多名河道保洁员 对河道呢 采取节流抽水的这种措施 来搜索河底 而在工地上 民警对发现黑色塑料袋附近的建筑垃圾堆 也开展了搜索清理 一次又一次的勘验可疑物品 不能够放过任何可能性 寻特警大队对工地里23栋楼房挨个上楼一层一层一间一间的进行检查 并且带着警犬搜索地下室等等还没有搜索的区域 整个工地呀 两万多平方的这一大片区域被警方一来二去搜索了好几遍了 在短短十天的时间里 专案组的民警呢 还排查了5000多间的出租房 走访了近万名老百姓 排查各类关系人上千人 检验了各类剪裁600多份 通过这些数字 大家也能够感受到这个侦破工作到底是有多么的难呢 当年3月23号 民警啊 在小区东侧河边建筑垃圾堆附近搜索的时候啊 发现了一个黄色的蛇皮袋子 这时候发现啊 这个蛇皮袋子里面装有带有大量血迹的衣服 法医对里面的物品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里面的物品确实属于死者的 除了血衣之外还有一顶黑底白条纹的鸭舌帽也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 最终啊 这起帽子成为了破案的关键 那么到底死者的身份是谁 凶手又是谁 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呢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民警啊 找到了一个黄色的蛇皮袋子 在这蛇皮袋子里面呢 有一些带血的衣物啊 同时还有一顶黑底白条纹的鸭舌帽 一般在工地上啊 说戴这种鸭舌帽的人不多 所以这顶帽子就成了破案的关键 专案组根据帽子上的细节特征进行推断 这顶帽子应该是戴过一段时间了 如果说戴着这顶帽子在这附近出现过 那么肯定有人见过 或者说被监控摄像头拍下来过 这对于确定死者身份来说 这是一个极其有力的线索了 专案组呢兵分两路 一路人马到市场上走访查找 售卖同款鸭舌帽的商家 另一路人马呢 结合新的物证情况 继续走访工地以及周边的区域 与此同时还有一组是视频组 紧锣密鼓的展开视频搜索 寻找戴着鸭舌帽的男士 很快第一组人员在市场上就找到了两家卖同款帽子的商家 但商家说了 说这种鸭舌帽啊 在咱们这市场上很常见 批发价就两块钱一个 夜市啊 地摊啊 好多临时性的那种摊点都进货 拿到这些小摊上卖去 很难确定是哪家店卖出去的 再来说第二组人马 就是去走访工地和周边区域的 进展也不理想 几天走访下来 没人记得有人戴过这样的帽子在工地上出现过 这边查着的时候 那边啊 那河道的水也都抽干了 民警在河底的泥水里边 反复搜索了几天 没有任何的发现 专案组这时候一看 得了吧 咱们呢 贴通告吧 于是呢 那把鸭舌帽还有部分其他衣物就印成了悬赏通道广泛的张贴 可是还是没有收到有用的线索 案件一直停止不前 但是专案组成员心里也清楚 前边的工作做得越细 对后期的侦破工作就越有利 关键的线索很可能就隐藏在这里面了 正当侦破工作处于这么一个胶着状态的时候 3月31号 视频组那边传过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说从视频里啊 发现有一个可疑人员戴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 看他穿着特征很有可能是被害人 专案组随后对这个人的身份展开了走访调查 走访之中工地上有人反映 说这个人呢 可能是曾经在工地做泥工的老头 哦 那这个老头姓什么叫什么呢 哎呦 这我们可就不知道了 随后啊 这个工人师傅呢 还带着民警找到了这个老头的住所 这是工地上一栋楼房的二楼 那二楼的楼底啊 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啊 就不停的往下漏水 在地面上呢 积了大量的积水 里面早就人去楼空了 但是在里面 专案组的民警发现了一条牛仔裤 这时候民警在走访之中又了解到一个有价值的情况 说此前呢 老头因为住处漏水就搬到另一处地方跟别人一起住去了 呃 但是这一段时间确实没见过老头 与此同时视频组也找到了相关的视频线索能够印证这个说法 根据视频 专案组找到了老头的新住处 经过了解 这个地方是工地上一个项目的库房 平时留守库房的呀 是一个叫宋丽富的人 这宋丽富来自吉林省公主岭市 前不久 这宋丽富呢 说要回家治病去 已经离开了工地 目前来看 所有的线索貌似都指向这个宋丽富 专案组感觉到破案已经是近在咫尺了 现在需要的就是等 等着关键性证据的出现 经过进一步仔细翻看视频 视频组又发现 3月12号凌晨 宋丽富曾经反复开门用水冲洗地面 行为十分反常 而此后啊 再也没有见过和宋丽富一起住的老头出现过 随后 判组对宋丽富的住处进行勘察 发现床板边上包括床下的缝隙里有多处带血的痕迹 此时已经能够确定 这个地方就是杀人分尸的第一现场 至此整个案件的脉络已经是明朗了 2015年4月1号早上 由陆桥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教导员谢立明带队的抓捕组 就搭上了飞机航班前往吉林长春 而此刻的宋丽富啊 那就如同是惊弓之鸟 整天也都紧张的不行了 工地上还有很多和他同村的老乡在打工 陆桥警方在全力查找杀人真凶的消息 也传到了宋丽富的耳朵里 回到老家之后 宋丽富不敢在家里住 每天都躲到不同的亲戚家住上一晚 然后赶紧离开 4月1号晚上11点 抓捕组的成员到了长春 从飞机上下来之后 抓捕组成员立刻与当地警方 取得联系 赶紧的趁着夜色就赶往了公主领事 随后又马不停蹄的找到了宋丽富家 宋丽富啊 不在家里 抓捕组呢 见到了宋丽富的妻子和13岁的儿子 宋丽富的妻子说呀 我们家老宋回到老家之后 我也感觉他不太正常 只是没想到他会杀人 应该不是他吧 在民警的要求之下 宋丽富的女儿和女婿也连夜从县城赶回村子里 紧接着抓捕组又走访了村里所有和宋丽富家 关系密切的亲属了解线索 并且动员他们劝说宋丽富自首 第二天早上宋丽富在路桥杀了人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了 在做好亲属思想工作的同时 另一方面呢 抓捕组也在全力寻找宋丽富的下落 为抓捕做足准备 宋丽富家所在的那个村子很大 有一千多户人近六千人口 村子外边就是一马平川的黑土地 宋丽富家呢 那是属于一个一手南宫的地方 在他住处远远的就能看到四周的一举一动 陌生人一旦进村很快就会被发现 在听取抓捕组汇报了当地的情况之后 考虑到抓捕的难度也为了能够早日破案 专案组随后又派出了第二组人员支援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之下 抓捕组整合精干力量在村子里面继续开展工作 那么这宋丽富到底躲到哪了呢 对于宋丽富来说呀 平时熟悉亲切的家乡 现在是个囚龙啊 面对警方强大的抓捕攻势 宋丽富知道走投无路了 所以他选择了自杀 4月10号早上7点 宋丽富被人发现躺在村子里的田里 已经没有呼吸了 经过警方勘察 是喝下剧毒农药之后自杀身亡的 在随后的调查之中啊 民警了解到宋丽富死前曾经哭着透露了案发时的情况 那么他当时为什么要杀那个老头呢 案发当晚呐 宋丽富跟那老头因为一点琐事起了争执了 愤怒之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这才把这老头给杀死 随后他也害怕呀 怎么才能做得人不知鬼不觉呢 啊得了吧 把他分了吧 分成一块一块的 扔了盒里不就完了吗 现在宋丽富是死了 凶手已经没了 但是专案组啊 还面临一个问题 这死者老头的真实身份 到底是谁啊 所以在抓捕组追捕嫌疑人的同时 专案组的其他成员可没停下来过 继续深入的调查 就想着确定被害人老头的真实身份 4月7号上午 陆桥分局在专案组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 发动全局的力量 对全区的建筑工地流动人口信息进行集中整治 并且以此为契机查找被害人老头的真实身份 经过全区所有派出所民警全力以赴的寻找 终于4月10号 同于派出所社区民警 在一个工地排查的时候 找到了这个老头曾经的老板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 专案组最终查出老头的真实身份 经过调查 这老头啊 姓戴 是安徽省林泉县人 十几年前离家之后 一直在外边打工为生 2014年下半年开始到案发工地做泥工 至此 这起在当地影响广泛的杀人分尸案 终于是水落石出 咱们今天呢 来说一桩杭州铁龙陈尸案 2012年6月11号凌晨6点半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武林派出所 接到报警了 报警这人呢 姓李 说他公司的老板张红 10号晚上7点半左右 在市区温德姆酒店之内被一伙温州人控制 并且带离杭州 至今下落不明 那么这一伙子人呢 据说啊 是以一个叫胡方权的人为首的 当天晚上11点的时候 对方呢 来电话了 要五千万的赎金来偿还双方之前的巨额债务 什么时候你把这五千万付了 立马就放人 派出所民警听李某这么一说 也感觉挺吃惊 哎呦五千万 这债务纠纷还挺大呀 其实啊 对于民警们来说 因为民间债务纠纷 引发当事人过激行为的这种情况 那是见的多了 处理过很多 为了及时甄别案件性质 武林派出所值班所长 当即就带领民警前往温德姆酒店 查看了事发时候的监控录像 回放这监控录像的时候啊 张红和对方在酒店见面 以及离开酒店的时候 神情很自然 没有什么不对劲的 但是随后 民警通过仔细询问报案人 并且通过初步调查发现 温州人胡方全 有赌博 非法持有枪支 寻衅滋事等多次违法犯罪前科 事发的时候啊 还有案子在身上呢 所以派出所的民警 看完胡方全的资料之后 那是倒吸一口凉气啊 这起案子是非法拘禁 甚至是绑架的可能性 那就大大的上升啊 随后几天 张红的家人有多次接到了胡方全 他们的电话 就是催着要钱的 在电话里面呢 被害人张红声音很沙哑 他呀就说已经啊 让他们折磨的快不行了 这些信息呢 就进一步佐证了警方的判断 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正式立案 由刑侦大队与武林派出所抽调精干警力 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 经过初期调查 这张红是内蒙古籍 在杭州当地呢 开着一个大米加工厂 也开了一个旅馆 还有其他的一些买卖 在圈子里边啊 算是小有名气 胡方全呢 是温州人没有固定的职业 早年呢 曾经当过出境偷渡的中介 用咱们的俗话说 那就是舌头啊 胡方全呢 还以融资投资公司的名义 从事高利贷放贷 网络赌博游戏等等业务 社会关系很复杂 大伙也发现了 他干的这些活啊 没什么好事 张红和胡方全呢 早年间呢 经过朋友介绍 这么着就认识了 长期以来呢 就存在着这种生意之间的关系 相互间那资金拆借啊 也比较频繁 为了尽快确定嫌疑人和受害者的确切位置 专案民警呢 对胡方全可能藏匿的多个地点开展调查 打算找出进一步的线索 可是啊 四十多天过去了 专案组呢 还是一无所获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 被害人家属又接到了胡方全所要赎金的电话了 这回嫌疑人呢 居然又出现在了杭州 警方这时候就感觉到 这个胡方全此时此刻还敢回杭州 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曾经因为多次违法犯罪 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 反侦察能力不容小觑 专案组决定从外围人员入手 试图打开突破口 八月十号和八月十六号 这两天 专案组在温州对胡方全的妻子李某和关系人李某进行了突击抓捕 您各位估计听绕腾了啊 妻子李某跟关系人李某啊 妻子姓李 李名的李 关系人的姓李啊 就木子李 问了李某和李某之后啊 这俩人的死不认账 就尽全力的撇清和胡方全的关系 2012年9月25号 专案组又赶到温州重点围绕胡方全 以及和胡方全相关的人员进行全面的排查梳理 这一次侦察呀 就筛选出了五名重要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其中有一个人叫金朝国 2012年10月上旬 专案组通过侦察发现 胡方全已经在9月初偷越国境 潜逃到了越南 这个关键线索的获取 就让已经陷入僵局的案件侦察 也出现了转机 专案组啊 紧紧的抓住这个线索 一点也不敢懈怠 一方面积极联系请示公安部发出红色通缉令 寻求国际合作 另一方面呢 仍然在国内寻找案件的相关线索 通过努力 专案组得知 胡方全在2013年2月20号 潜逃到了泰国 并且打算申办其他国家的签证继续潜逃 专案组为了抓住这个有利时机 在浙江省公安厅的部署之下 紧急请求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协助 协调泰国警方协查击部 同时啊 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时任副局长 潮振宇2013年2月26号 亲自带领着6名成员赶到了泰国实施抓捕 跨国抓捕组联合泰国警方终于在2月27号傍晚 发现了嫌疑人的行踪 并且在曼谷的一个宾馆里面 把胡方全还有胡方全的情人戴某就抓获了 面对从天而降的警察 胡方全呢 一开始是很惊慌 但很快表现的就非常镇定了 3月7号 警方顺利的把胡方全和戴某押解回国 胡方全被抓捕之后 这案组随后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对前期已经侦查掌控的一直没有惊动的其他犯罪嫌疑人 在广州温州利水等地展开同步抓捕 金朝国张崇轩傅雄武等13人全部落网 可是犯罪嫌疑人虽然已经归案了 但人质还是没有任何的踪影啊 在审查过程之中 警方啊一再的就问他到底人质张红去哪了 但是胡方全一直是避重就轻 只承认非法拘禁 只承认我抓起来过张红 但是我也不知道张红去哪了 我已经在2012年8月下旬放了张红了 就在温州放的 胡方全的这个供述与受害人张红至今下落不明的事实就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这案组知道这胡方全的肯定是没说实话 那么胡方全的嘴撬不开了 只能是从其他的犯罪嫌疑人里面寻找突破口 最终啊犯罪嫌疑人金朝国张崇轩傅雄武三个人都供述 说在胡方全的指使之下 受害人张红已经在2012年9月1号凌晨被装进铁笼子里抛在了沥水清田千霞湖里 这个口供的突破 让案件的性质直接可就转变为了故意杀人 可是尽管有着口供 那你得把尸体打捞出来呀 没死的话你得把这人找出来呀 2014年5月份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胡方全张崇轩金朝国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6月18号8月22号9月24号三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可是啊 在两次对本案刑事部分的审理之中 曾经多次供认把被害人张红推入水库的被告人张崇轩金朝国都翻了共了 不承认了 他们说呀 当时呢 把张红带到了北山大桥上之后 按照胡方全的指令释放了张红 被告人胡方全到案之后 也始终否认说把被害人连人带笼子推入水库里 没有这事 这三名被告人的辩护人也都说本案件呢缺失核心客观证据 什么叫核心客观证据 一个是被害人的尸体一个是那铁笼子 胡方全张崇轩金朝国三个人呢 又都做了无罪辩解 为了切实的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 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为了努力完善证据体系 2014年10月20号 杭州下城区警方重新开启了尸体的搜寻打捞工作 在这之前为了寻找最核心的证据 下城区警方已经进行了三次打捞 但是都无功而返 那么张红真的是被他们放进铁笼子 扔进了这北山大桥下边的湖里了吗 为什么就始终打捞不到呢 最终又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方法 才能找到张红的下落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尽管说啊 之前他们公认说是把张红扔铁笼子扔了湖里了 但是始终打捞不到 也找不到铁笼子也找不到张红 那么这就缺少核心证据 你就没有办法定湖方权他们的罪 位于浙江利水市的千霞湖滩坑水库 在青田县境内 正常的蓄水位是海拔160米 总库容是41.55亿立方米 平均水深达到58米 日常库区的面积达到71平方公里 大家都知道浙江省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人工湖千岛湖 那么这个千霞湖滩坑水库 这是仅次于千岛湖的浙江省第二大人工湖 北山大桥主桥桥墩之间最大的跨度达到170米 墩高呢最高的是116米 所在湖面的水深就达到了100多米 已经远远超过了人工潜水60米深的极限 也超过了一般水下探测设备的使用极限 同时啊由于水库底部原本呢是完整的有人居住的村镇 建成桥墩时候的井字架 没拆除的升降机建筑垃圾等等 全部都在湖底呢 这样的特殊地貌也没有办法允许大型的海洋勘探设备展开工作 为了突破这个难题杭州警方啊查遍了国内外相关的资料 先后联系了北京上海等多家科研和水下勘探机构 最终这才知道说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教授顾林仪 以及他的科研团队拥有深水探测设备 这真是兜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杭州 赶紧的吧上门跟人商量去吧 得到了顾教授和他团队的大力支持 在这之后紧张的搜索打捞工作可就正式开始了 进口的水下机器人包括测扫的声纳 超短极限定位系统等等高科技设备都用上了 对将近一千米长水深超过百米的千峡湖北山大桥水下部位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 打捞期间呢还做了铁笼子装石块啊 包括铁笼子装活猪从桥上投入水库干什么呢 来做模拟实验侦察实验 但遗憾的是即使这样由于水深以及地形的极其复杂 打捞工作还是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2014年12月22号下城区公安机关全力以赴第四次组织工作团队 赶到丽水青田千峡湖开展打捞 这一次啊北京的一家工业公司带来了国内最顶尖的深水扫描设备 能通过三维影像建模还原出来水底的地貌 同时工作团队还加入了一位拥有六年大型深海操作经验的操作手 这个人呢姓殷 由于北山大桥长达995米 桥面宽9米搜索区域比较大 机器人水下行走啊就很容易迷失方向 这一次呢工作团队啊直接从水面就往下放拴着千块的那绳子 一直放到水底 用这绳子呢当参照物 然后啊让这水下机器人利用摄像头跟着这个参照物来开展工作 这样看似简单的操作 在落差超过百米的水底下一切可就变得复杂了 光单条线路就得放一千五百米的绳索 在水中浸泡之后 这绳索的总重量达到了四百公斤以上 甭管是放绳子还是往回抽绳子 都得需要十多个人一起操作 尽管说进度很缓慢 但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啊搜索的精准度就明显提高了 12月28号下午操作员在对八号桥墩东南方向四米处 一个前期没来得及深入搜寻的水沟再次进行确认的时候 终于在屏幕上啊 看见了一个几乎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叫起来的画面 装着尸体的铁笼子找到了 这个消息啊 让参与搜索参与侦破的所有人员那是欣喜若狂啊 2015年1月5号上午 专案组成功从水下被害人尸体里提取了样本 经过DNA的检测 确认这就是失踪将近两年半的张红 现在是铁证如山了 可就不怕你胡方权不招任了 经过进一步侦查 警方呢也还原了整个案件的真相 2012年以融资投资公司名义 从事高利贷放贷的胡方权呢 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情况 于是呢 这个生意经营就陷入困境之中了 当时啊他和张红有着资金拆借等生意往来 当年6月10号为了解决债务问题 胡方权和张红就约在杭州温德姆大酒店见面 晚上6点28他们呢就进入了酒店 7点半左右离开酒店 离开的时候啊双方的表情还都很自然 也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但事实情况是什么呢 离开酒店之后张红就被强迫上了胡方权他们的车 并且被带去温州就看管起来了 当天晚上11点 胡方权打电话给张红家人索要5000万的赎金 并且说了不许报警报警就死票 张红家人呢接到电话之后那吓的是六神无主啊 通过各种关系跟胡方权商量 但是始终啊没有达成协议 之后的几天杭州下城区警方虽然摸清了胡方权 及其妻子儿子情人等关系人的相关信息 但是张红的具体位置一直没找到 原来啊在警方侦查的同时 胡方权也不断变换关押张红的地点 分别去过永家清田等地点 在整个刊押张红的过程之中 胡方权经常前往这些关押地点 对张红进行威胁殴打 伙同并且指使同伙多次把被害人张红转移不同的地方 胡方权呢也用不同的手机号码 跟张红的家人联系 以张红的人身自由和安全 想要挟 迫使张红的家属及朋友陆陆续续支付了赎金620多万 其中啊 汇往境外的46万被公安机关查证之后 及时冻结了 2012年8月31号 胡方权一看张红的家属还是没汇购5000万 于是他决定狠下杀手了 当天晚上10点 胡方权呢叫上同伙张崇轩和金朝国 开着车呀 从永家前往关押张红的青田县松树下村 强行把张红关进事先准备好的铁笼子里边 搬上了皮卡车之后 用布啊就盖了起来 第二天凌晨 胡方权张崇轩金朝国他们三个人 就到了青田千霞湖滩坑水库北山大桥上 把关着张红的铁笼子就扔进了湖里 随后胡方权和张崇轩金朝国分头行动 胡方权咱们不说过吗 他原来当过舌头专门就是干偷渡的 通过关系啊就偷渡到了东南亚 辗转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尼等国 当他想逃到土耳其的时候 在距离边境一百米的地方被抓获了 被遣送的时候呢 胡方权呢就撒了个谎 说自己啊是香港过来的 于是被遣送的时候 他就被遣送回了香港 到了香港呢 又通过关系逃到了东南亚 让胡方权没了到的是 自己在泰国满以为就很安全了 可没想到中国警察也到了泰国了 2015年2月12号 备受关注的浙江铁龙陈尸案 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四次公开开庭审理 被告人胡方权张崇轩金朝国 因为涉嫌故意杀人非法拘禁 一次出庭接受讯问 这次庭审语之前呢 有一个根本上的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已经发现尸体了 已经取得了DNA的鉴定意见了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呢 也派出了最好的检察官 历时三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之中 尽管公诉人当庭出示了打捞出的铁龙 并且全程播放了打捞视频 可是胡方权到这时候 还咬着牙说呢 说在北山大桥上 我们把张宏放了 我们就扔了个笼子 张宏的律师呢 也认为被指控故意杀人罪 明显是证据不足 第二被告人张崇轩呢 就承认说胡方权跟我呀 在现场知道铁龙子掉入水里了 可其他的我不知道啊 这张宏再没在龙子里 我不知道啊 辩护人呢 认为张崇轩是在非法拘禁过程之中 过失致人死亡 并且是从犯 第三被告人金朝国 他也承认说是以胡方权为主 实施了把被害人张宏装入铁龙 并且推入水库的犯罪行为 现在是铁证如山呢 你再不承认那没什么用了 2015年3月16号下午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被告人胡方权等三名被告人 故意杀人非法拘禁 寻衅滋事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被告人胡方权犯故意杀人罪 非法拘禁罪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张崇轩 犯故意杀人罪 非法拘禁罪决定执行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被告人金朝国 犯故意杀人罪 非法拘禁罪决定执行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保険权利终身